到高僧荣静说了一句深奥的话 看到此人 古言也就是后来虚云和尚愣着 自己刚出生是个肉球 是眼前这个和尚帮自己剖开胎衣 虽然此时的虚云已经出家了 也在深山苦修六年 出来之后头发披散像个野人 以为得到了 但老法是一句话 直接指出一个人躲在深山修行的弊端 此时的虚云只修身 认为苦行就能成道 但荣静老和尚再次点破核心问题所在 从自己开始到自己了结 充其量只是一个自了汉 真是听君一细话 圣读十年书 佛法广大不能只修个人 与我佛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自度度人 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境界 相差甚远啊 老和尚的格局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虚云听后如醍醐灌顶毛色顿开 老法师的话 也应了六祖慧能的那句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诀 离世密菩提 恰如密兔角 话说这一天虚云经过指点 来到天台山求道 劈头散发一身邋遢 见到一个扫地的小和尚 你就是老华头 所说的野人 你在严顿午休六年 并非得道 长得像小玄业的小和尚是荣心 年龄不大却长在背上 是老和尚的师弟 年轻就有好胜心 荣敬发师 年高得勋 年嘛 是高了点 八十多岁了 但小和尚却说只差一点 虚云就问小和尚 百千万年还一瞬间呢 七十多可不就一点吗 确实机智过人 按辈分算 虚云应该叫他一声诗书 又继续问 刚把虚云问倒 意识到自己又在抢羊斗盛 小和尚低头不语 带着虚云去见师兄 刚到内院 虚云一跳到来老法师面前 立马跪地顶礼老法师 老法师在缝补衣服 头都没有抬说了一句 法不清传 道不见麦 夜深之后 虚云就在树上躺着睡了 小和尚路过用棍子要捅醒他 怕他摔下来 第二天再去见荣静老法师 老法师态度大变 毕竟眼前这个人 自己可是等了三十一年的 并让自己的小师弟来教虚云 荣静这个老花头 什么事都让贫僧做 给你剃头的是贫僧 给你讲天台调官的还是贫僧 苦命的小师弟一顿抱怨 但虚云只用一句 大树底下好成了 让小和尚顿时高兴极了 还真别说 小和尚懂得确实多 当问及自己出家之前的家人时 虚云对着镜子低头不语 在虚云出家之后 老父亲也病故了 两个媳妇也出家成了尼姑 而大姐身体不好 加上优分成疾 就一病不起 就拿起几本经书和妹妹说 如果有一天 你要实在能见到她 就帮我把这个 交给她好吗 这个她自然就是虚云 世间安得两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清 正说着门外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出门一看一个弃婴 于是收下当了一女 起了一个很有深意的名字 就叫幽莲吧 幽莲幽幽公果至莲花宝座前 后面在虚云朝拜五台山的时候 见过这个小孩子 说完就嫁喝西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